挑战用红色线路公交站的武器吃鸡 我这一看十几个站点 心想搜完这些站点 最起码M4也得满配吧 下来以后原来我刚在做梦 第一个站点就给了一把手枪 上车不一会儿就到了下一个站点 又是一把手枪 再上车又到了一个站点 太妙的又是手枪 怎么肥死啊小光光 还能不能行了 得把冲锋枪也行啊 这走一半了 还真就给一把冲锋枪 现在都劈成了 这大站点我就不下来 里面物资太多 来这不就等于作弊吗 这要是在车上没事 就跳跳舞扭一扭 一会儿就都下一站了 这里又是一把冲锋枪 终于到终点了 太妙的二截头都没 哦对了 终点车又拐弯 旁边还有一个站 过去看看 终于又把步枪了 虽然是AK 但远能当局非常不错 然后回来的路上 我突然想到了电影情节 我就在这站着 等下车来的时候 我招准时机 直接跳到车上 看电影再次见 来了 跳 体重太轻了 落得慢 现在狗到了节奈圈 还是个大平原 前面有一队在矩阵工厂上面落着 他好像在打南边的 看我用AK当局打 走你 刚才跳的左下角 风水不好 这次从上往下送 前面这儿 就给了一把手枪 这个连手枪都没 这车走多了 都摸到窍门了 其实 不用坐车里面 窗户就可以站上 提前下来搜东西 节约时间 这次还不错 给了步枪 搜了一半的线路 一把冲锋 一把步枪 前面就是劈城了 等下就从这里 开始我的致富之路 就这点子弹 单人四排 根本没法打 先去城里 灭两个甜点子弹 你看 这个劈城大马路上 蹦蹦跳跳 这不是找打吗 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还有信号枪 本想进圈 打信号枪 被辆车给追了一路 停车 干活 我去 满边堆 先躲一下 早俩 你没的 我看你有多少子弹 打完了吧 先放一个盾牌 不一个再说 还躲车后 丢个雷先 还有了 公交车来了 起飞 哎 公交车做出感情了 他都来帮我了 又还他一个了 不慌 先打个棒 哎呀 又你也想爬过去 拜拜 呀 又来一辆车 这里可以修脚 这下看你往哪躲 nice 好像是没了 有被击倒的这个名字 哇 是粉丝被打了 我记住这个人了 等一下必须给你报仇 他们是在被迫 被新来的那俩打了 应该就是 报仇 倒了 但是没补掉 咦 他地儿在这 哎 就差一枪 不慌 先把相云枪打 有雷 近点有人 咦 那黑乎乎的是啥玩意儿 打两枪试试 莫娟 原来 是个人 相云枪一打 又是吃鸡的一把 对面的好像想过来 先往后丢个烟 让他以为我走了 他们就该出来了 啊 来了 给粉丝报仇 呀 激动的枪瓦马了 哎 跑了一个 那我就先舔个三级套 看到他了 嗯 那个 要不报仇就算了吧 都是二级头 又是伤疤的故事 从这里绕进去 咦 打起来了 莫娟 他还被别人打了 弄死阿布雷尼 瞧我人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